你 德琳 三二年了吧 早上出门还好好的 怎么就平般无辜地挨了一刀呢 我这不是没事吗 早有高人跟我说过了 今年我就是流年不利 有血光之灾 不过我告诉你 挨了这一刀以后 往后的日子 我可要平不清云了 哎呀 你呀 都这个时候 还平呢 来 我来看看德琳 我来看看德琳 请进吧 怎么样了感觉 还挺好的 谢谢你来看我 公司那么忙 再忙就得来看你 坐吧 你们先聊会吧 我出去买点东西 坐 当时那场面啊 我也是下意识的就冲过去了 其实现在想想看挺好怕的 贾总好像有话想说 我这人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情 你现在有什么要求 只要我能做到的 尽管说吧 不必 我替你爱的 并不是想让你还我的人情 我知道 如果当时我换成别人的话 你也会这么做的 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 解放项那个项目 我想跟董事会提议 延缓执行的一些拆迁计划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项目给你带来那么大压力和困扰 我心里真的挺过意不去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只要你岳父大人在世一天 我们就不去碰何家大院 你能这么想 我心里很感激 伤人重力 轻离别 这是你常挂在嘴边上的好 打算收回去了 行 这话我收回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家这片地儿啊 即便你不动 也只是暂时的 既然市政府已经批了这个项目 迟早 会有开心的 再发生打他的主意 市政府那边我还有一定的关系 到时候再想想办法吧 算了 今天有命吧 你已经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 真的谢谢 你跟我干嘛这么客气 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 好了 你别多想了 好好休息 一切事情等你伤好了以后 我们再说 老三 还没睡呢 妈 门没关您进来吧 还值呢 德琳没回来 她打过电话 说有应酬 哦 德琳最近可真够忙的 她在外头工作压力大 你得多体谅她 妈 我知道您就放心吧 嗯 你说 咱这院子 暂时是不会拆了 可往后 谁又说的准这事啊 妈 您还琢磨这件事呢 其实说到底啊 这房子迟早要拆的 只要全家人和睦 住在哪都一样啊 话虽怎么说呀 可谁不愿意热热闹闹的 都住一起 我跟你爸还盼着抱虫孙子呢 妈 能不能别提这事啊 好好好 妈不提 妈不提这事啊 对 顺其自然最好 你们还都年轻 身体也没问题 没准什么时候就有了呢 您看您还说呢 孙婷 去探姐夫啊 是啊 院火气不好 我炖点鸡汤啊 给她补补 姐夫什么时候出院啊 快了 这就两天吧 明天下午做个检查 到时候没什么问题 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了 三姐 怎么了 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我姐啊 昨天给我拿过来的 什么呀 你看 这叫太岁服 已经开过关了 把她挂在那卧室的房梁上 能给人带来好运呢 送给你 美娟 你还相信迷信呢 运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 你就把她挂在那个墙上 全当个小摆设 全当个小摆设 我跟你说 看不出来你还懂这个呢 行一行 我收了还不沉吗 这仇子的事可不能着急 这要是机缘来了 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才不相信这一套 不过这个挂在家里面 倒是挺好看的啊 不说不早了 我得赶紧去了啊 把这个也拿着 谢谢了 没事 没事 走了啊 应该没事了吧 躺了半个多月我都快憋死了 过两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回去后要注意 尽量啊不要做剧烈运动 少吃辛辣食物 行 只要您让我出院 怎么着都行 谁这么着急就出院啊 快快快快来坐 走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啊 医院所有的费用都已经结清了 你什么时候想出院 习听尊便 我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 怎么能花你的钱呢 这不合适 你是为我才受的伤啊 这件事情我必须负责到你 老提这个 你让我多不好意思嘛 行 过去的事呢 咱们就不提了 我今天来啊 有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说服了公司董事会 他们决定对解放向这个项目暂缓 当然 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谢谢 公司怎么做 是不是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啊 做生意嘛 有赔就有赚 但是 我情愿损失一点钱 总比赔上一个人强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上次提到的一个替代方案 还是切实可行的 就是北边的那块地 现在我已经让公司的人 着手准备了 不过这个项目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来负责 我已经辞职了 辞了职还可以复职啊 这不是一句话的是吗 德琳 我真心地希望 你能够重新回到公司来 说句实话吧 市场部离开你 他们还真有点玩得不太转 你别跟我说什么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之类的话 好吗 这是一件大事 我真得好好想想 行 我给你时间 让你考虑清楚 德琳 我们是朋友 你得帮我 好吧 我答应你回公司 一言为定 大丈夫多 说话算数 你是金字招牌 向来说话算数 不过 这个项目既然是你提出来的 你必须善始善终 不能半途而废 好 我答应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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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李可 我偶封 嗯 嗯 差不多了 应该可以回去吃饭吧 对 哎 请进 佳总对不起 稍等 哎 我这儿有点事 有什么咱回家再说吧 好嘞 嗯 拜拜 林太太 啊 您找我有事 没什么事 哦 那我给您倒杯茶 哦 不用了 您 心情不好 下班了 人走得也差不多了 我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边 就觉得特寂寞 特渺小 想找个人说说话 看你门开着 鬼使神差的就进来了 嗯 难得吧 难得 晚上有空吗 怎么 你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去一个人多的地方 看看人 去酒吧坐坐怎么样 嗯 太太的价不好请 不是 行 不过我得打个电话 嗯 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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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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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这儿等我等一下 我也去换身衣服 咱们的冷美人来了啊 这都是什么人啊 企业家啊 投资商啊 当然还有个别的官妇怨妇 混混也有 总而言之啊 是一盘大大会 整个一个乱炖 乱炖里边也有肉啊 哪有 比如说你 我 这是谁啊 好像以前没见过 该不会是贾小姐的男朋友吧 不过看上去比贾总年轻啊 没什么出息 怎么找了个小白脸呢 这个人 这个人我好像是认识的 我想起来了 我呀跟他做过煤炭生意 他是一个煤炭公司老总 姓刘 怎么样 既然是汤的话也得尝尝吧 走吧 贾总啊 你可让我好等啊 这是谁这么大面子 能够把徐工都给请来了 我本来啊 今天要飞到香港 可是胡总说 你贾小姐大驾光临 我立即决定 明天走了 徐工真会说笑话 我哪有这么大魅力啊 对 胡总怎么没来 他临时有点事 所以我就请 他跟我一起来 这 这位是 这位是刘老板吧 多年不见啊 您是 贵人多忘事啊 在山西 我们曾经做过煤炭生意哦 抱歉 我实在记不起来了 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怎么样 现在煤炭生意还好做吧 我不大清楚 我早就不做了 那现在刘老板做什么大生意啊 我在贾总的公司打工 打工 刘总 是不是在这个爱华公司 参了好多股份吧 她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我们现在 一起再合作一个项目 是这样 是这样 华二子 这可是徐工的最爱啊 贾小姐 请吧 不 我今天呢是约他 我跟他 贾小姐 今天 你可不能再拒绝我了啊 请 对不起 徐工 贾小姐今天请我做他的舞伴 请 谢谢你啊 该说谢谢的是我 你先帮我解了吧 你 干吗 一抱还一抱啊 这个徐工到底是什么人 投资商 曾经在我最难的时候 帮我解决过八百万 当然 我付了高熙给他 仗人之威 不是什么好鸟 话也不能这么说 他毕竟帮过我 商人 那我刚才那么做 他肯定会不开心了吧 不管 反正我开心 好 哦 喂 来 加两杯盖油 好嘞 好久没跳舞了 我也是 记得上次跳舞 是好多年前了 好多年前 是不是你自己 当老板的时候 董事长 咱能不能不提这事 没想到我爱华公司 还是藏龙卧虎 说实话 从你第一天进公司起 我第一眼看着你 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 你还记得 你做了多久 我就替你当部门经理了吗 我只不过是以前做过点生意 可能经验上比别人多一点吧 你除了今天 还有气魄和胆量 真的 我一直认为 我们两个在一起 能干成大事 您太抬举我了 我只不过在您这后 能办事 少来这套 先生您的油价好了 谢谢啊 我 赶紧走吧 李夫人该等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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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晚了 我就不请你进去了 咱们这儿见 你也早点休息 好嘞 衣服有点脏 没事 我自己来 好了 那你慢点开啊 我看着你进门 行 再见 晚安 哪哪哪哪 啊 我去 把窗簾都给打开了 几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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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什么意思 眼熟吧 你们女人用的东西我怎么会眼熟呢 对 这是我们女人用的东西 所以我在纳闷呢 她怎么会装进你的口袋 胡说 我口袋里怎么会有这个 这是我该问你的 你可别告诉我这是你打算送给我的 这款橙膏是旧的 我 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不知道总得给我个解释吧 这你让我怎么跟你解释啊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东西从哪来的 我知道 现在社会开放了 有些人挣钱多了 心眼也活了 我还听说过 有些男人就喜欢在外面干些不本分的事情 可是我真没想到这种事情会落在我头上 难道你对我连一点对骑马的信任都没有吗 你要非让我解释 让我只能说 这有可能是谁 阴差阳错放我这儿了 或者是我忙昏了头 把人家东西放我兜里了 请你信任我 我敢用人格担保 我尊重你的人格 品一支唇膏 可能也受免不了什么问题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纠缠下去了 但是我也希望 你也能尊重我 你应该上班了 我去看看早饭好了没有 衣服有点脏 好了 好了 有事吗 这个是您的吗 我说我怎么到处找找不着呢 原来在你这儿 谢谢啊 这种私人物品 以后请董事长记得收好 不小心跑到别人的口袋里 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难道我这支小口红 给刘经理带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吗 还好 还好 那就好 何姐 何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我这时间差不多了吧 对不起啊 我都没注意时间 就好了 刘经理下班了 知道了 你先走吧 还有什么事啊 还不回去啊 人都走光了 不是等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谢谢了 我还有点事 您先走吧 好吧 那你先忙 走的时候别忘了把门锁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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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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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去吧 对 刘经理 外边有人找您 找我 请问您是刘先生吗 那是我 这是您点的外卖 一份披萨套餐 我没点外卖啊 你是不是弄错了 没错 这是一位姓贾的女士 让我送到这儿来的 多少钱 不用了 她点餐的时候给过了 再见 好 佳总 早 佳总 早 你早 佳总 这个文件需要您清一下字 你先放我办公室吧 一会儿签好了我叫你 好的 早 好 喂 徐公啊 怎么了 还为那天跳舞的事不开心呢 好好好都怪我不好 好 什么 你要请刘德林喝酒啊 她的酒量哪是你的对手啊 不行不行 她最近特别忙 这样吧 改天我帮你约啊 再见 好 好 进来 这点一定要记住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是啊 都在呢 刘经理 你出来一下 我们先聊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在开会 所以把电话先拔了 好 你有事 想跟你谈谈 今天晚上八点钟 在你去过的酒吧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咱们上部封顶随便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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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来一瓶百味出出口了 贾总 贾总 饿肥点了啊 我呀就是没喝过XO 不知道能不能今天尝一尝 好 今天咱们给他一个人喝一瓶都能够 对不对 您喝一瓶来吧 一瓶我都喝不少了 莫莫香 莫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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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养也摆不过 对对对对对对 你给我拿上来 我给你摆着呢 你可知道我爱你 想你愿意念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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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 想回事 想回事 找人 是 我 想回事 我 想回事 请 你睡着了 你喝酒了 睡着了怎么还说话呀 喝酒了怎么还回家呀 不回家我去哪儿了 去哪儿去哪儿 反正我现在管不了你呢 得 又来了 这唇膏事件 是不是这辈子咱们都过不去了 我什么都能忘 但我这辈子活到现在 只有两件事忘不了 一件是九一八 还有一件就这事了 完了 看来我这后半辈子 注定是诸狗不如生不如死 不如死了 不是 咱们这心里能不能 装点别的事啊 不能 就装着你呢 行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